好那现在咱们先来实现这个数 在实现数的时候我们说了这个数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对链表的一个扩充啊 对吧那我们在实现链表的时候得有一个节点的类吧 那同样的在数当中也要有一个节点的类 我们把它叫做no的类 这是数的节点 然后紧接着数的节点有了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在去使用这个数的时候 使用节点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去往里面牵掐什么数据呢 想一下 它既然是一种数据结构 那每个节点上面是不是就得保存数据啊 这个链表是一样的吧 所以那一上来我就要去构造节点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我存的数据是什么 所以我在这里面就要把这个数据保存下来 这应该是跟链表是一样的吧 对吧 然后紧接着了 那它跟链表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现在说的是二差数的节点吧 那跟它跟链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链表是不是只有一个后继的链接区域啊 那对于二差数来说 每一个节点是不是有两个后继的区域链接 所以那也就是说 那我们就把这个链接区域定义为什么呢 就定义为它的左子节点和右子节点 也就是说L代表的是左 他的左孩子是谁 和他的右孩子是谁 这点现在能明白吧 好 那节点构造完成之后的话 紧接着就来去实现数 紧接着就来去实现二差数 那在二差数的时候 同样也得有一个构造函数吧 对吧 也要有一个构造函数 那这个构造函数的话 紧接着想 它既然是 它既然是链表的扩充 我们在构造链表的时候 链表的这个类当中 是不是得有存在一个手节点的地址啊 对吧 那二差数呢 二差数的这个手或者是头是谁 是不是就跟呢 对吧 那也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二差数当中 是不是要保存一个跟的那个节点呢 好 那一上来 有一个根 在这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去指明一个默认的参数 允许你去传啊 那我们在这里面简写 指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去构造的时候 你只能去写一个tray 等于这样的一个tray吧 你当中不能传参数了 也就是说你在构造的数上 构造的时候 一上来构造的就是一个空的二差数吧 好 那紧接着再看 数的构造有了之后 也就说它保存了一个根节点 紧接着我们就要往里面添加了吧 往里面添加 定一个add方法 add方法就应该是说 我要把特定的数据追加到这棵树上吧 所以应该接收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代表我要保存的这个数据了吧 对吧 那紧接着就来看了 那我在往里面去添加的时候 我现在对于二差数来说的话 咱们不去考虑它的头差跟任意位置 咱们只每次添加的话 就是往最后去添加 那往最后添加的话 它都会比面表要复杂 那来看一下 现在有这样的一颗二差数吧 我们想要构造的这颗二差数 始终是往完全二差数的方向去努力 那完全二差数是不是就得有一个特点呢 就得一层一层的往上补充了吧 一层铺满了 我是不是才能往下一面一层走了 这完全二差数吧 那好 那我们就认为 你每一层找到的最后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它要添加节点的位置 那现在想 我怎么去找到这个位置呢 怎么找到这个位置呢 找到这个位置 我是不是就得一层一层一层的去找了 现在先看啊 对于现在ABCDE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当中 是不是有一棵树啊 我现在应该给它新添加一个节点吧 新添加一个节点的话 按单在大家所说的 我应该给它添加到哪儿 是不是得添加到E的 右子节点上面来啊 对吧 我得添加到这上面来 那好了 我怎么来找到呢 我是不是得按照一层一层一层的去便利啊 对吧 先看A节点 根节点吧 看跟A的根节点 看根节点A 它是不是两个子节点都有了吧 如果都有了 B和C是不是就都有了 B和C有了 紧接着 我就开始看第二层了 看第二层 B节点 它的两颗子节点是不是都满的 结果发现B是不是都满的 那因为我不能往B上面挂了吧 那我只能看C了 看C上面两颗是不是都满的 发现也是满的吧 满了之后 我是不是应该再往第三层走了 第三层的时候 我就要看D了 看D上面左子 左孩子跟右孩子是不是都有了 结果发现有的吧 那我再往后找E 找E的时候发现 它左边有 右边是不是空缺的 右边是空缺 这时候我就直接给它挂到E节点上面来吧 这是咱们的一思路吧 那好 那你想这样的一个思路怎么用代码来实现呢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实际上已经给你引入了一个便利的方式了 叫做什么方式呢 叫做广度优先了 也叫做层次便利 那现在想的话 说层次便利是不是比较好理解呀 一层一层去的 那我们说它为什么也叫广度优先呢 我们刚说了 树是不是给大家说过一个深度的概念呢 深度是从头往下找到最底部分 找到最底部分那个节点代表树的深度吧 这是深度的方向 那广度呢 广度的就是指的不再是纵向了 而是指的横向了 横向的一个部分 我一层一层的去便利 这就是它的广度 也就是说对于这一层来说 我要看它到底能够深的多广 看一下第四层来说 它目前是不是只能到hi接再往后就没有了 这样的一层就代表是广度的概念了 所以我们在去使用往里面添加的时候 现在就按照广度便利 或者也叫做层次便利的方式 往里面追加元素 那你想这样的一方式怎么来用代码来实现呢 怎么用代码来实现呢 我在去做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我应该先便利的是谁 先去找的是a吧 跟节点吧 然后紧接着我看一下a当中的两个区域 链接区域是不是都存在 对吧 然后如果都存在的情况下 我再往第二层上面找吧 那好 第二层是谁呢 应该是a的两个子节点吧 好 那紧接着也就是说 我一开始先便利a 然后找到a节点之后 我就看 a节点有没有左孩子呢 有吧 好 我把a后面给你补充上一个b 代表他的左孩子 然后紧接着再看 a有没有右孩子呢 有吧 是不是有一个c啊 所以紧接着我后面给你补充上一个c 那紧接着看一下 a发现两个孩子是不是都在 所以a我不能往上挂吧 那好 紧接着再看 这时候来说 我在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 我开始处理的这个b 是不是就刚才我存进去的 对吧 紧接着我应该再处理谁 a处理完了 应该去处理b了吧 正好发现我放的这个地方就是b了 那好 我现在开始去处理b 去处理b的时候 我要看b的左右两个孩子 是不是都有 先看b有一个左孩子吧 左孩子 我给他放到最后b 紧接着呢 我再看b是不是有右孩子 有右孩子吧 我给放到b上面来 对吧 结果发现b是不是来说都存在呀 那好 前面ab是不是都处理完了 处理完成之后 我相当于要把它给去掉 紧接着再来看 那我应该处理谁了 应该处理c了吧 那你看我应该去处理c 我是不是相当于在这一端 取出来一个节点去处理 然后紧接着看c的左孩子是谁 是f 我往后面去补充 然后再发现c的右孩子是谁 是g吧 我往右边去补充 对吧 补充完成之后 我c是不是就处理完了 处理完成之后 那我把c也给他去掉 然后你再看右边这部分剩下的是谁 是d吧 那d是不是正好我下一次该处理的节点呢 那你想 我现在给你画出来的这个框 跟之前大家所学的这个数据结果当中的 哪一个东西比较类似呢 我始终是在右边去补充元素 在左边去取吧 那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就是对列 是站吗 站是始终在异端去读取吧 而我现在始终是在右边部分补充 在左边去进行读取吧 所以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对列呀 那我使用对列之后 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深度 不是一个广度便利的方式呢 好 那我现在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对列的方式了 那紧接着再来看 再体会这个过程 一上来 我现在有一个对列 QUEUE 对列是不是可以用列表来实现 那我就给它放到这 紧接着我第一次需要处理的是谁 是A吧 那好 我在对列当中补充一个A 可以吧 补充完一个A之后 我紧接着就要从对列当中来取了吧 对吧 因为这代表是第一层嘛 对吧 我需要去处理了 所以从对列当中去取一个元素 这时候取出来就是A吧 把A取出来了 然后紧接着要看 A当中的左节点是谁 是B吧 是B 我往对列当中追加 然后再看A节点当中的右节点是谁 是C吧 我再往对列当中去追加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我刚刚取出来的A是不是已经处理完了 处理完成之后的话 这时候我再从对列当中取一个元素 取一个元素的话 我是不是从头取啊 取出来的是不是就B啊 好 我把B取出来了 取出B之后再看 B的节点是谁 左边是D吧 我往对列当中去添加D 右边节点是谁 是E吧 再添加进来 那我对于B是不是也处理完了 B处理完了之后的话 我应该再从对列当中去取出了一个吧 取出来的话 你看一下 这时候是不是就是C啊 对吧 A处理完了 B处理完了 应该就处理C了吧 所以从对列当中取出来的恰好就是C 那在C的时候我又要去添加了 看C的左肩是谁 是F 它的右边是谁 是G吧 所以我对C操作的时候就往对列当中补充了两个节点 这时候对于C也处理完成之后 我又该从对列当中去取了 取出来的话 应该从对头来取吧 发现是不是取出来的是D啊 那你看是不是就应该去处理D了 那也就是说 我往对列当中不断添加元素的这个顺序 实际上添加的就是你的广度便利的顺序吧 所以我从对列当中再去取的时候 你取出来的元素处理的时候 永远就是按照广度优先的顺序取出来的吧 这就是使用对列的一个特点跟原因在 所以那我们要使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话 也就要按照这个东西去做了